謝謝主席 副市長 大家好 現場的所有的人都好 現在1點15分 精神比較萎靡一點 來振作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台中市前幾天突破了 285萬的人口數 然後呢 其實也不是只有這個 再有入戶級的285 在這裡就業、就學 還有購物的都超過300多萬人口 秉除這個就是有戶籍的 也是全台灣第二大城市的 但是我們看人口增加了 那我們台中的城市交通 有沒有更好 那經濟成長、人口嵌入 台中市的交通 到底有沒有配合人口有利的措施 還是說我們用人力來疏導 還有用科技來開發 那這些事情都是肥了市政府 錢拿到市政府的口袋 到底有沒有提升生活品質 那我們現在講的人形地域的部分 還有交通史商人數 佔六都的第一名 這些台中市的交通 確實是越來越危險 那我就是要跟交通局 已經有那麼多課長在這裡 局長你就不用站起來了 你坐著就好了 你聽我說 我現在對台中市的交通抽絲剝繭一下 從這個我們的交通需求 再到最後的停車空間 那我們在改善交通以前 我們來看看 台中市民對於運輸交通的需求的類別 我們看主計處統計111年 台中市的民眾搭乘的各類的大眾運輸中 我們來用%數來比較 那因為我們的公車因為那個路網比較健全 而且我們還有免費的這個搭乘的優惠 所以呢它佔比呢是39.3%等於快要接近40% 是第一名喔 那計程車呢是23.8% 第二名 然後捷運呢是110年 我們4月才通車啦 那佔比是11.1% 因為只有一條路線喔 那我們接下來來檢視一下 公共運輸跟私人運聚的現況喔 那還是回頭講一下啦 我們最近喔過年給我們一個大禮物的這個行政院 終於給我們核定台中捷運藍色的這個綜合規劃報告 那我為什麼要再繼續講這些呢 大家都知道嗎 可是很多民眾在問 啊你說 啊你說當然啊 啊現在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那所以呢 我還是要再繼續講一下 正式進入到設計招標 然後呢才會開工 動工 所以呢我們其實呢 從這個如果我們的台中捷運藍線跟綠線 形成以後就有一個十字的軸線的路網 所以呢我們是非常的期盼的 但是呢我們看到107年送到行政院的可行性研究呢 然後110年提交綜合規劃報告 1111年的環評通過 那接下來三年以後呢 也就是113年綜合規劃報告核定 經歷了只有6年喔 但是呢這6年的人口的成長喔 是逐年的增加 所以呢我們看起來捷運的規劃跟軸心的成形 也是在原地踏步啦 那但是呢也怎麼講呢 我們看起來台中的交通庸賽喔 真的是雪上加霜 當然呢他通過了這個藍線呢 讓我們也是休息參半啦 不能說欸這個欸 看起來是優的比較多 洗的比較少 其實是 是休息參半的 洗的是什麼呢 我們終於向前了一大步 那優的是什麼呢 優的是什麼 我們的經費啊 從本來的6年前的100 1309億 後來因為原物料的波動 跟我們的這個要徵收土地的 以市價徵收 增加到了1615億元 那中央才給我們多少 675億元 我們自己要負擔940億元 可能我們主計處呢 做帳做得蠻漂亮的喔 所以大家認為台中市自己的經濟也蠻好的 所以呢也就覺得說也不需要給我們很多 但是呢至少至少有給有核定了 那這個呢 讓我們的海線跟市中心可以串連起來喔 將來這個完工以後呢 還是我們的第二條的捷運 雖然呢我們很開心 但是呢也恐怕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通車喔 這意味什麼 我們在蓋這個捷運 從現在開始 十年的期間都要忍受這個黑暗期 要怎麼疏解交通的這個用賽問題呢 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 要自己 這十年到底應該要怎麼處理喔 然後呢我們再總結一下 六都的軌道現況啦 看起來台北是最密集的啦 新北呢是第二個啦 然後呢桃園呢雖然 線是比較偏少 可是人家目前已經有多處的路線的設計跟施工喔 那台中呢還是 這個軌道建設還是在墊底喔 那局長你曾經說過你在任內一定要動工對不對 但是呢軌道建設我看起來是 是延宕的落後的 那後續進度應該怎麼做呢 如何來加快腳步呢 那個廖偉祥立委一直在呼籲我們台中市政府 在他某一個程度核定完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管線的遷移 路宿的遷移 還有地下道實際上需要的可不可以先做先動工 這些呢可不可以做我覺得呢 一定要設想到不要說十年以後才有一個大眾運輸系統 藍線來配我們的綠線喔 這樣老實講真的是 塞車會更嚴重喔 那好我們談了這個軌道建設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大眾運輸系統工具 那就是公車喔 我們看一下九十年啊 胡志強的時候有推行十公里的免費公車的政策 也已經多年了 那時候呢是因為要培養大眾運輸系統的這個人口 所以呢那個初衷是這樣來的 然後如今搭乘的人數的已經是固定的啦 主要搭乘的族群大概是學生還有長輩喔 那這個其他的年齡層只佔微幅的數字而已喔 我們再看大幅的提升 如何來大幅提升市民的搭乘意願 我覺得是相當困難度的啦 所以呢我們就來回頭看喔 這個是公車剛剛捷運現在的公車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台中的私人運輸的數量 用這個數字就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公車你要再大幅的提升他的 搭乘的人口數相當困難的喔 我們來看這個數據喔 在110年台中的機動車的數量是290萬5,692輛 那這個呢我們就講300萬輛好了啦 汽車就佔了115萬5098輛 那每一千人就有410輛的這個車輛喔 那我們再看機車啦 機車是181萬0594輛 每千人就有643輛車喔 那我們看一下111年私人的機動運氣佔 佔打比多少 80.7% 大幅高於非機動運氣喔 看起來喔我們你看看我們的大眾運輸系統的比例 我們私人的運氣喔 是佔6度第二名 比台南還要略低一點點 所以呢看起來還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城市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大家都會判定台中市的大眾運輸工具 因為它的便利性還有路網攻擊量的因素喔 看起來台中市的大眾運輸是比較不受到市民的採納的喔 還是以私人的運氣為主 這也包括我們的類比式的叫私人計程車喔 他可以隨叫隨到啊指定自己所要到達的點 那個交通局長喔 我沒有叫你站起來喔 讓你休息一下 當然不能打瞌睡喔 台中市的交通品質跟停車空間 好再來 探討到了停車空間喔 我們從交通部的統計這個網路裡面喔 我們的六都最新的停車數據顯示喔 我們總共路外跟路邊的中小型的停車會多少 15萬多 15萬多 那你看看我們的車輛有多少 佔了六都的第四喔 然後呢我們知道台中市的市長盧秀燕從110年 其實他確實是有積極的在建設這個停車場的新建計畫推動喔 那最近呢我們從這個市府的統計裡面呢 從108年到112年底已經投入100億了喔 那新建33處的停車場總共增加5734個路邊停車格 還有正在新建當中的這個新中立體停車場還有大台中的轉運中心 也持續在新建當中喔 未來可能還會再提供更多的汽車格1630的汽車 機車呢是3212 但是呢 的確是有有在努力啦 努力這個建置這個停車空間啦 那另外還有呢 規劃北屯兒童公園的地下停車場 廖尾翔立委也爭取了公96的屁建停車場 都是為了解決我們區域的停車需求喔 真的很辛苦 然後呢我們去日本看到他們的市民喔 其實他們是很習慣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因為呢日本他們會在百貨公司啦 還有觀光的景點喔 這個不公共的場所的這個交通運聚 公車的密集度是相當高的啦 然後他們還會推叫做一日的優 一日票券的優惠喔 還有呢公車友善靠站 這個公車友善靠站真的你要去新加坡考察一下喔 那所以呢距離目的地呢通常都以很簡短的步行 就可以到達目的地 這也可以呢 這也可以讓我們健身啦 聽說我們台中市的這個肥胖呢 是全六都裡第一名的喔 稍微步行一下也是好事 可是步行你要考慮到步行這個人口的這個安全度喔 所以這個呢是不是應該要再多思考 這個邏輯多思考一下 那要不要檢討一下公車路線的補貼方式 跟服務的友善度 這個呢我都覺得局長 這些呢是我們非常很重要的思考方向 我從捷運講到我們的停車 講到我們的大中這個公車的部分喔 然後我還要再講一下喔 我們的警察局喔 統計我們112年的這個台中市有十大高造勢率的入口喔 我們西屯就佔了六個區 佔了六個地方喔 然後呢我們也針對這個高造勢的入口呢 用什麼方式解決 也就是用人員的干預 還有科技執法的干預 來執法重點喔 這些剛剛講過了嘛 好都是用人 然後呢要不然就罰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熱點的時候呢 派遣預交還有員警去執行 來做疏通喔 還有防治事故的執行喔 這些呢我都覺得對 比2022年確實這個案件數有減少了 可是很奇怪我們西屯區的六個地方 仍然是十大高造勢的這個點 我們西屯完全沒有減少 好那我再來講一下喔 我們的這個這些路段喔 最重要還是那個文新路跟台灣大道路口對不對 這個地方呢造勢路段喔 在西屯它是榜首喔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局長喔 我們已經通過台中市的大眾捷運系統 跟地下街設施儀涉及連通管理 試濟調例對不對 這通過了嘛 那我覺得啦齁 你為什麼不會在我們這個站呢 捷運站底下 設置一個連通的通道 讓行人走在地下道 不要走在上面 減少人的衝突跟造勢 還有呢車流量也可以呢 讓他更順暢 我知道你們應該是在想 啊藍色捷運坐的時候 我才一併做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你會想的是想到捷運藍線施工的時候才要一併做 我們已經通過你要不要在這裡先做 把地下給挖了 挖了以後我們還有綠色捷運可不可以跟他連結 這馬上就可以做 馬上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啊 不是嗎 所以呢 局長 副市長 我齁 我跟你講啦 我是地方的議員啦 但是我頭上比你們更好 比你們思考還全方位 所以剛剛李仲議員講的 我們不要貪 市民的小便宜 東扣西扣的 然後就苛刻老百姓 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先建置什麼 為什麼只要等到藍色捷運你才要去做那個地下道 為什麼 你看這個地方交通嗎 多麼的複雜 這個地方就是你蓋了地下停車 地下車道 還有呢 用地下停車場的部分去串連跟連接 馬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做 所以呢 我在這裡呢 要跟我們局的跟我們的 台中市的市政府啦 其實 我們的這個道路的規劃還有很多很大的改善空間 然後呢 藍色的捷運完工以後呢 也許你會認為 藍色捷運完工以後可以改善 但是呢 這個時間要很長 我們能做的 要不要 再提前就可以做 剛剛我跟局長講了 我們的 藍色捷運要10年 我們前面可以做什麼 可不可以提早做 解決我們六大的 西豚六大的交通 造勢點 你可不可以提早做 都通過給你了 要不要做地下道 要不要做 請局長最後你回答 請局長 相關建議 相關建議都非常的實用 那至於上 剛才一座提到的 連通道的議題也是我們現在在 搏 本人ů vis一座提 Personality